死神之趣 善无指导者 这是将什么 因果报应 佛菩萨原谅我们 我们能原谅一切众生 可是因果不能够避免 经营苏约 生死之趣 不能自尽 不是故意 不知道将来的果报 善无指导 不能自尽 这不是因意 现在不知道 什么是善因 什么是无因 不知道 行善一定得善果 造物一定是无报 于因于果 自信不识 自己不认识 踏无于者 他人也没教你 这个他是知父 是指你的长辈 世时代的没人教给你 故永不及 这是肯定的道理 你永远都不了解 事业都不置信 未有有事 这个状况 在先前 整个世界 普遍地都见到 所以 人回头难了 非常非常之难 殊不知 生死之死 鼻子 鼻子 简直 你死了之后 你马上就想到了 现情 即使在外国 附体的事情 多了 我走这些地区 都有啊 美国有 加拿大有 日本有 澳洲有 马来西亚 这就常去的地方 新加坡 到处都有 以前很少听书 十年前 我们在新加坡 偶尔听书 现在这些事情 常常有啊 我们细心去观察 去体会 这个事情 不是偶然的 不是装出来的 真有其事啊 哪些人 附庭 贵神 并不多 都是一些 家亲眷属 冤心在主 的 过世的人 附体 来透露了一些信息 全都是英国 报应的信息 目的 目的 活在呢 目的 求超度 啊 他在世的时候 不相信 英国 不相信 鬼神 不相信 有来世 不相信 六道轮回 死了以后 确实了 有少数人 活的时候 我认识 我们见过面 当年决定不相信 还骂我迷信 现在来找我超度 他 求我包住 他 求我救 他 这些年 我们经历 多了 想想 这个事情 不忽然 所以这口气 端了之后 就了解了 在中阴身 就知道了 鼻子 简直 那个时候 后悔 来不及了 父子 兄弟 夫妇 死别之时 互相 哭泣 无得 免责 人在 生死 别离的时候 没有不伤心的 没有不动情的 这种伤心动情 不是好死 这是烦恼 习气 牵连着你 又去高乐归了 是烦恼的 是烦恼的 是烦恼的